至于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我们带你来看 这水淹南台湾 有民众这个画面是开着电动车 强行通过淹水区域 却没想到水直接渗入车内 尽管电动车的设计使得 它防水能力其实是优于油车的 专家还是指出说 硬要开电动车涉水 短路的风险依旧非常高 而来不及移车的车主 如果想避免电动车泡水损坏 最好不要让水高过半个轮台 风雨中开车上路 电动车内就像个高科技堡垒 不吃油没有引擎 不需进气驱动 更不排废气的设计 就算涉水而行 本该万无一失 特斯拉它前面 还是会有一个进气口 那进气口其实是给冷气的 那从那个影片 跟它仪表板上面的 那个标示看到的话 它的讯号指示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它是 已经有开了内循环 所以它进水程度是 其实那样子算是很少很少的 如果它开外循环的话 那个可能水是用倒的进来 空调一秒变水冷 原因情非得已 开密台风带来志在行 强降雨 让高雄市区 主要干到变成一片汪洋 驾驶冒险穿越 还好车体没马上断路 如果我看到前方路面积水的话 我可能不管多远 我都会想办法绕开 油车前面是引擎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 可能油车就坏掉了 电车前面是行李箱 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电车的底盘 全部铺满了电池 在我们认知里面 电当然就尽量没有碰到水 类似案例并非首度发生 警官品牌执行长马斯克 曾公开指出 旗下电动车款 就像船一样 在水上飘一段时间 同时维持前进 只是不但官方不建议 车主们也不想拿爱车 开玩笑 他是建议是在轮胎的中线以下 就是你不要淹过半颗轮胎 基本上他都没有事情 如果是来不及一车 该怎么自救 专家建议以轮胎为目视检验基准 当泡水处达轮胎四分之一 甚至一半高 第一步都是先关冷气减低通电 若道路条件还能行驶 试着多轻踩刹车 先让刹车系统回复正常 不然就是尽可能请脱掉移车 如果泡水高度已经超过轮胎中心线 或是高过车身 回原厂检修再启动才是上车 锂电池通常大部分会发生 真的会发生燃烧跟爆炸的 通常都是会遇到穿刺 就是遇到其他的尖锐物品穿刺到电池上里面 才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那基本上泡水的话 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发生这样子的 通常泡水的情况就是短路 短路就是冒烟 那造成说整个车子的电池是 大电池是无法使用的 传闻中离电池可能因为潮湿进而起火 专家如今破除迷思 不过前提是电瓶本身不能有破损 充电桩概念一同 其实电桩他们只要是符合CNS法规的 然后有经过VPC认证的 那在国内他都会经过一定的防水防尘测试 反而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是说 像他的管线或者是他的配电盘 箱体等等 有没有确实做好防水 他如果配电盘跟箱体进水的时候 反而比较容易造成线路的短路 跟发生危险这样子 不过装体是本身是还好的 高于油车的防水机制 仍不等于电动车能水路两用 它是一台车子不是一艘船 所以它比较没办法 它其实在水面上飘的情况之下 它没办法控制方向 那再加上它电池里面 其实是有透气孔 如果说这透气孔真的进水的话 那它电池模组有可能会造成短路 或造成说故障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有点得不偿失 毕竟购车金额已经不是小数目 就怕安全出问题 在天一笔损失 TVB的新闻 陈又翔 叶玉甫 台北采访不懂 近日有关明年军工教加薪 是不是会让物价上涨 甚至引发通膨螺旋的话题 引起各界的讨论 政大金融系的教授 殷乃平就指出 明年全国军工教将调薪 无论调幅多少 势必都会推动物价继续往上升 不过也有学者 抱持着不同的看法 像有些部分 像你的南瓜 有时候可能会有边角 像那种客道的 你们可能稍微再秀一下下 对食材品质严格把关 这间精品火锅店 注重任何细节 蔬菜都是有机的 水产用的是活体海鲜 只是在通膨压力下 对店家经营来说 成本持续上升 波士顿龙虾 之前正常的经货成本 差不多在900多块 那之前前年初的时候 一路飙涨到 差不多1200 1300 对 这个涨幅差不多 接近快三四百块的部分 蔬菜的部分 因为最近夏天嘛 天气太热了 因为很多菜都种不起来 所以它的蔬菜 其实因为种不起来的关系 所以蔬菜成本一直在上涨 尤其是番茄 跟一些比较冬天的蔬菜水果 它的涨幅就比较近了 食材通膨挡不住 还有缺工问题 员工薪资不断往上调 才找得到人 加上电费 租金支出 一分一秒持续攀升 营运挑战越来越大 很多就是因为人事嘛 然后食材成本 那他们不得不涨 那我们目前的话 我们还可以抵抗这个通膨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选择不涨 但我们未来不排除会涨价 除了直接涨价来反映成本之外 还有很多的方法 首先提升营运效率 AI化自动化都是必然的趋势 加强控制成本 导入ESG的经营理念 减少食材浪费 根据主机总处最新公布 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百分之二点四二 是四个月以来的新高 在大通膨时代 台湾薪资上涨速度慢 绝大多数寿星阶级 实质收入变少了成通膨受害者 面对严峻的通膨压力 政府抛砖引玉要替军工教加薪 政府带同加薪 明年军工教人员呢 渴望再调薪幅度上看百分之四 不过有学者认为 这个时候加薪可能会形成通膨螺旋 陷入薪资物价 螺旋式上涨的恶性循环 通膨螺旋指的是 随着物价水准上升 民间企业加薪 引发薪资不断成长 雇主只好提高商品售价转嫁给消费者 进而推升物价攀升 财经专家就认为 目前来说 无论调幅多少 势必会推动物价往上调 军工教条 因为我们十几年都没有调过了 这个十几年都不调 这个带来的压力就更大 目前来讲的话 几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同样问题 我们看到很多的工会运动啊 大家感觉到要加薪啊 各式各样的这种要求啊 都是在通膨的这个情况之下 所浮显的 不过台大国发所副教授 欣炳龙抱持不同看法 认为军工教条新 对物价冲击较小 原因是人数不多 加薪幅度不高 加上军工教人员 人格特质稳定 较不会因为加薪 大幅度增加消费支出 也提到就算企业跟进 帮员工加薪 但在企业成本中 人事成本占比相对低 不会是主要的成本压力来源 那以工部门调性来讲的话 它应该不会产生 通膨的螺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原因是第一个 工部门的雇主就是政府嘛 政府不会因为我给 给工人员加薪了以后 我的成本增加 然后就去调告物价不会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过去有做过一个实证 以企业的成本比例来讲的话 人事成本的占比 占整个成本的比例并不高 众实际上比较劳励密集 比我们一般讲这个餐饮业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零售业 坦白讲 它的整个的成本结构里面 人事成本的占比大概大概三成到四成顶多 它确实价格会上去 可是这个价格上去 有多少是因为基本工资 所带来成本的这个上升 我觉得这个肯要再斟酌了 通膨率太高 经济有可能陷入通膨螺旋 政府带头加薪 利益良善 毕竟台湾低薪也是事实 但如何两全其美改善薪资 同时避免通膨加剧 考验政府的智慧 TPBS新闻 刘立成黄冠伟 刘彦轩台北采访不到 再来看最近中国大陆很夯的一个关键字 叫做反向消费抠门经济 不少年轻人都在网路上分享自己如何省钱 甚至还有美食博主每个月花300元人民币 都引起不少人观看讨论 有年轻时代也观察到了 以前说抠门好像很没面子的事情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对着镜头分享每天准备早中晚餐的过程 不管是锅巴饭还是干面 都是精心调配不马虎 重点是分享的不仅是美食 还教你怎么省钱 而他尝试用300块人民币生活费过一个月 折合新台币1345元 每餐的花费斤斤计较 近来中国大陆正刮起这样的抠门旋风 甚至邀请朋友一起来报复性储蓄 我发现有一个趋势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以前我们都觉得说 省钱或者是抠门是一个需要藏着掖着 不可以告诉别人 就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但其实近几年我们会发现 大家其实现在尤其是年轻人 很热忠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省钱妙招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比如说小文书、抖音 或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一些教大家有省钱的贴子 往往他的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点赞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从除续这一点再仔细看 除了能省则省之外 更重要的是年轻世代的消费模式 正在逐渐改变 不再追求高品质又昂贵的娱乐消费 反而转向追求性价比 因为我经常拍片子 我会买一些无线的麦克风 以前我可能买日本牌子的 一套下来要六七千 但现在我买国产的牌子 可能只要两三千 甚至体验比原来的那个国外牌子要更好 所以其实大家也对那种大品牌的那种迷信 要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会热衷用平替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 在上海经营自媒帖 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使用经验跟观察 但对比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有报告指出 信用卡贷款高达了1.13兆美元 有观察发现美国Z世代 似乎依旧看重享乐文化 不过这仅仅是一部分 因为现今有不少社会新鲜人对于储蓄 认为需要未雨绸缪 扣掉我的交通费月票一千二 然后再乘以我可能确定好 我会去学校几天 然后我就乘以那个吃饭的天数 然后再乘以我预估自己一餐吃可能一百五十块 然后扣掉交通伙食再加上 我强迫自己一个月一定要固定存多少钱 就比如说如果有六千块的零用钱 那我至少要存两千 扣完之后剩下的钱 才是我可以去做其他运用 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有打工实习经验 因为是住家里 已经可以省下一笔房屋租金 其实能支配的现金 比起其他同学们更多了些 不过他同样秉持着 每个月都要逼自己存钱记账 你可能会想要做投资 像现在的什么ETF股票 也都是一个选择方法 再来就是怕有什么意外状况 就比如说你突然临时生病啊受伤啊 你需要很大一笔存款 那我希望我能做到就是 我在碰到任何意外的时候 我有能够自救的方法 购物时也都是货比三家 认真比较后选出高CP值的 更加理性跟谨慎消费 近期也常看到商品广告中出现平替品 专家就分析 现在年轻人不是抠门 也不是死守荷包 反而看重的焦点跟以往不同 平替品这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想到平这件事情 也就是比较低价的选择 可是平替品事实上的重点 是在后面的替 也就是说低价的前提 要能够替代的话价值是价值或者是品质是一样的 所以平替品这个现象的新奇 事实上代表的一件事情是消费者重视的是实质的价值 或者是比较具体的价值 对于年轻世代而言 昂贵的商品并不代表一定就是最好的 更强调品质既然都能达到同样效果 就能被认同 不管是报复性储蓄还是抠门消费 对比以往 不同的态度都是展现价值观跟消费观的转变 做自己重视个人风格 才是年轻人追求的独特痛调 TWB新闻 吴俊尔歇伦新北市采访报道 来看现在南韩房价越飙越高 首尔松坡区大约15平的公寓 开价3780万台币 甚至有人才买了半年房价涨了500多万 高房价的现象还从首尔的淡黄区往外围扩散 除了新建案变少 推高房价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屋主预期他还会再上涨 先摆着不卖 代售房屋更炙手可热 人生寻求无形力量指引 临接传统萨满无数 越来越受南韩年轻人关注 反映出他们的心理不安 这不安的情绪从何而来 就是物价疯狂飙涨 民众连吃饱穿暖都不够 大城市房屋通膨下 生活被压得喘不过气 安居乐业成了妄想 有网友发文求助 希望南韩政府改善住房政策 因为再怎么努力工作 薪水都交给了房东 更别说想在首尔淡黄区 买一套自己的公寓 反开首尔房价数据 光是这一周就上升了0.3% 创五年十个月来最大涨幅 其中六个区域的高级住宅 以成东区和松坡区涨最多 成交价增加了0.52% 서울松파구 대규모 아파트 단지입니다 전용面적 49제곱미터가 이달 들어 16억 원에 거래돼 신고가를 경신했습니다 松坡区这栋公寓同一层楼 才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涨了2.3亿韩元 大约545万台币 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 高级住宅的成交价 更是旅创新高贵的下人 居高不下的房价 从首尔开始蔓延到首都圈 民众即便想趁低价入手 但卖房的屋主看准未来涨势 不少人推迟出售 短期投资客纷纷收回房屋不卖了 专家认为 这股房市销售萎缩 将会一路持续到明年 而下半年预估南韩央行有望降息 届时买房需求将大于卖房 但目前人力和建筑成本涨价 建筑工地开工率大跌 建筑业威靡不振 也让房屋供给停滞 想买房还得看有没有得买 部分消费者忧心忡忡 房价持续飙涨再也回不去 自己就变成空壳族 现在最怕的就是消费 心理大众恐慌购买 情绪下会促使房屋价格 掀起新的高峰 首尔江南豪华地段 天价公寓一开放竞标 吸引超多人关注 认为早入手就算赚到 除了竞标成为买房新选项之外 南韩年轻的MZ世代 比起买老旧房屋等待日后改建 他们更喜欢新建公寓 新的建案询问度大增 还因此出现流行雨 将南韩人爱喝冰美式的习惯 融入在不动产市场 显示对预售屋还有新房的热爱 不过面对房市混乱 南韩政府现在也寄出新的对策 来稳定价格 透过扩大公共住宅的供应 来弥补市场的需求量 预计将会开发超过14万套住宅 不过政府官员暗示房市乱象 是前朝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过去政府打房不利 今年又因为通膨等各项因素 让南韩人想摆脱高房价 似乎还是看不见镜头 TVBS新闻综合不了 还有来看随着景气回温 以及AI浪潮的来临 2024年到2027年的平均用电量 将会成长2.5% 我有一个AI folder 还有三个不同的AI 假设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请 就是AI来帮我看看 我的query有没有写错 那我可能就copy pass我的query 然后我就贴在这边 然后我就说 请请记录评计 身为新时代的上班族 不少人都已经像Vivi一样 工作脱离不了AI的辅助 我以前就是在做 比如说比较HR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很多人会每天来问我 很多重复性的问题 那我光回答这些重复性的问题 我就浪费我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用TrackGPT 然后去做了一个bot 然后简单的说 就是把我们公司 所有跟人资相关的问题的档案 全部误位使给这个TrackGPT 然后去训练它 把它变成我的一个AI助理的概念 重复又繁琐的问题 过去以人工回答都要耗很多时间 更压缩了其他的工作 为了有效的将自己的产值最大化 少不了AI的协助 不过除了一般使用者之外 现在许多的科技业 也都在抢建大型AI资料中心 就怕会为已经吃紧的电力 卖一下隐忧 能源署2022年度用电资源报告当中 提到了未来的7年 用电的成长率会是在2.03% 不过因为景气的复苏 还有AI浪潮的原因 因此上修了2024到2027年的用电量 能源署将2024年至2027年的平均用电 上修2.5% 2028年至2030年则可能成长2.8% 以此推估至2030年用电将成长12%到13% 因为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军备竞赛的状态 所以今天很多的公司 当你做了一些AI的应用之后 那它也会做 然后即便现在有一些新的 比较节能的架构出现 那大家也会想办法去 把它的运算量用到最大 甚至去做一些扩容 所以最终来讲 它的耗能又会在这个 因为你多盖了几座 所以其实耗能还是会做增加的一些状况 AI现在大概有两种方式 我们讲的是全球的去中心化 可能是由不同的国家 不同区域 他们会盖所谓的Data Center 资料中心来统一提供算力 这个是一种 第二种是现在其实Edge Computing 其实是满夯的 它其实是可以把所有的算力 分散到所有的物件中 来做一个所谓的分散式的计算 其实它对于一整个单一地区 所造成的耗电量 其实就没有这么的严重了 毕竟许多设备都仰赖电力 而经济部也加强提升设备妥善率 目标为四年内完成跳电热区的 电力设备更换工作 可是说AI会造成大量的耗电 其实对AI会比较 没有那么公平 原因点是因为晶片是晶片 伺服器是伺服器 AI重点是就是相关的技术跟算法 我们会发现到说 当然你AI会需要使用到所谓的算力 可是我们反过来想 AI需要什么 AI需要是人才 需要是技术 但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在台湾研发AI 但是算力不一定要放在台湾吗 政府可能要定一些相关的这个法规 就是说像是你的耗电来讲 这个相关如果耗到一个程度 那你要必须去做一些考量 或者说一些像是探权等等的 这一些探税等等的一些费用 那这样子企业会稍微节制一点 会思考一下就是说 今天我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计算 那我不用自己去做 而是可以直接去买 敌人的这个云端的算力 不过学者认为 这属于长期的计划 就目前起步的AI产业来看 确实影响还不明显 但怕的是未来 如果大量使用 会冲击电力 甚至挤压到该有的生活品质 还有制造成本 TVBS新闻 何江西丹 此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